2021年第二系列总机查室报告今天出炉 当中揭露了七个政府部门和机构 因为管理不当 白白损失了1亿5808万令吉的公帑 由于规划不严谨 也不遵守条规 导致预期成效不达标野外 免税导买车也漏洞百出 导致关税局少收了7000多万令吉的税务 国家总机查室 今早将2021年第二系列总机查室报告 提呈到下议院 其中阐明 总机查室锁定农业及食品工业部 通讯极多媒体部和国防部 以及四个政府单位 包括关税局、警察部队、陆路交通局和首相署 展开7项机查 涉及数额高达11亿2700万令吉 并发现单市公共资金亏损 就高达1亿1695万令吉 不按合约支付和资源浪费的款项 则是徘徊在1500万到2600万令吉之间 种种不当管理将损失总额推高到1亿5808万令吉 其中免税导的进口车征税方面有明显疏漏 包括报关单缺乏完整的居留身份证明 加上官员估税错误导致官税局税收少了7232万令吉 至于农业及食品工业部的审计结果 也有PILO 另外总计查署也针对联邦7个部门推行的计划 活动和项目展开7项总值668亿6200万令吉的绩效计查 报告指出尽管所有活动和计划都按目标执行 但预期产量和效果并没有全面达标 主要是因为疏于遵守规定 在规划过程也不够严谨 东马方面总计查署也对沙巴和12月的两个部门 31个局和8个机构发起的14项活动展开绩效计查 随后也提出了214项改善建议 总计查署也锁定9个周数 计查森林管理和环境影响 确保森林活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能平衡各种需求造福人群 适逢世纪温疫蔓延时 卫生部在2020年到去年4月 获得136部呼吸辅助器供应 但只有43部呼吸器能够正常使用 造成1307万令吉损失 此外个人防护用具也同样存货过剩 总计查署在下议院提成后 已经将这份报告上传到官方网站 欢迎公众查阅 至于13个州署的州级总计查司报告 在各州议会提成后 也会陆续上传到官网 未经许会计可, 报告上传到官方网站 及可, 報告上传到官方网站 相机的标签 下柴, 报告上传到官方网站 目前数数字顶作员 在海中国去年4月 前方网站 必